第37章 历史是几十年的 不是几年的 究竟是发展 是停止 是倒退 历史会说明的 话说1948年6月3日中午 毛泽东为军委起草给林彪 罗荣环 刘亚楼的指示殿 林罗刘 你们一日二十时殿级转来李皇两纵意见军西 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 下列各项给予回答第一 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式攻城 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员是否可能 二 两种打法是否可能 假 能强攻 则用强攻办法 一 不能强攻 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 改用常围构筑坚镇 以一步围困该敌 主力修整待机 三 你们弹药方面是否经的一次大消耗 军委江五接着 毛泽东在华东局关于近一年来半报情形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 他写道 各地领导机关 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 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 或者虽未放弃领导 但是抓得不紧 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 宣传工作极不严肃 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 改正方法之一 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自己的报纸 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 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 将大样看一遍 改正错误观点 然后出版 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 毛泽东四江六月三日这一天 中原野战军和陈庚谢夫制兵团 于五月三十一日发动的晚东战役胜利结束 歼灭国民党军张诊兵团一万一千三百余人 俘获五十八师少将副师长萧本元 少将参谋长杨莫林 及一百八十三旅少将旅长魏北仓 五十八师师长鲁道元化妆隐蔽在麦田里 直到次日才逃回南洋城六月四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 关于入城纪律守则 他写道 各军区各野战兵团首长 各地颁发的入城纪律守则都大同小异 东北林 罗 谭臣有颁发八条入城守则 比较扼要 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 各地可参考采用 自将元界列后 自颁发入城纪律守则八条 望指挥员 政治工作人员 后勤工作人员 战斗员 及所有入城工作的人员 一体遵行 入城纪律守则 一 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 二 保护工厂商店 禁止拆毁基建 搬取物资 或私自没收强购 二 保护学校 一任 科学文化机关级城市公共设备 名胜古迹和建筑物 四 看管敌人的仓库 物资及其他财产 实行缴获归功 不争夺 不破坏 不自由动用 不打埋伏 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 五 对守法的教堂 寺院及外国侨民 不得干涉和侵犯 六 实行讲话和气 买卖公平 借物归还 损坏赔偿 七 服从未须机关的纪律和规则 遵守公共秩序 不入妓院 不自扰人民 不无故名相巴 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 人人守纪律 人人做宣传 言行一致 军委四至六月五日 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 关于宣传工作中 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 他写道 为了严格统一党的宣传 在宣传部门中 消灭或多或少 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 或无纪律状态 特规定宣传工作中的 请示与报告制度如下 望各级党委 并召集宣传部门的同志 予以讨论和执行 一 各地党报必须执行 毛主席所指示的 由各地党的负责人 看大样制度 每天或每期党报的大样 需叫党委负责人 或党委所指定的专人 做一次负责的审查 然后复印 这种审查党报的负责同志 必须是完全懂得党的原则 和党的政策的 或者是严格注意和用心研究 党的原则和政策的同志 二 各地党报的社论及编者 对于新闻的政治性和政策性的暗语 与对于读者政治性和政策性的问题的答复 必须由党委的一个或几个负责人 阅证批准后才能发表 反该级党委所不能负责答复的问题 应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 而不应轻率答复 三 反各级党委及其负责人 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 例如对解放区人民提出政策性的口号 对解放区土地政策 整党政策 城市政策 政权政策提出主张 对于涉及外交事项的声明 对于号召敌军或敌军人民的传单布告等等 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 军英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 否则不得发表其内容 虽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 但其性质特别重要者 一应事前向中央请示 其属于地方性局部性的言论 在由县委 市委企 直至中央局分局指的各级党委之间 一应执行上述同样的原则 极凡新的和特别重要的宣传 均应向上级党委请示 各级党委各负责人 在上级政策指示范围内的言论 虽不必次次向上级请示 一应尽可能取得同级其他负责人的同意 以求统一宣传 集体负责 四 反各地新华社稿件 教新华总社向全国广播者 新华总社现已与中央会合 由中央直接指导 有斟酌情况 予以必要的增删或修改之权 因此 反要求新华总社 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 在新华总社广播以前 不得先在地方发表 五 反各地用党及党的负责同志名义 所出版的书籍杂志 在出版前 应分别种类送交党的有关部门审查 例如普通出版物 由相当的党委宣传部审查 重要的政治性出版物 由相当的党委或上级党委审查 凡关于全国性 全党性问题的著作 其内容不同于中央已经公布的主张 或虽无不同于中央主张之处 而其性质特别重要者 均应送由中央审查 或取得中央同意出版 凡中央负责同志未经正式公布的著作 未经中央同意 各地不得擅自出版 中央负责同志已正式公布的著作 各地在编辑或翻译时 一须事前将该著作目录报告中央批准 并请作者重新加以教育或修改 以下六 七 八部分略 六月五日傍晚 林彪等就东北野战军作战计划 向中央军委提出三个方案 一是目前即正式进攻长春 但无把握 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二是以少数兵力围困长春 主力到北宁路作战 但南下作战 除可能到处扑空 或因敌军集中不好打 梁氏又极为困难 同时长春之敌 可能乘机逃回沈阳 造成两头都无战果的结局 三是用三至四个月的时间 对长春实行九困长围 然后攻城 他们认为目前已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 六月七日下午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林彪 罗容环 刘亚楼的指示殿 他写道 您罗刘第一 基本上同意你们五日十九时半来殿的第三个方案 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 并争取歼命原敌 待秋收后再攻城德或他处 二 长春是否能攻克决定于假时间 以工程方法并打员能力及方法在你们的计划中 实现问题已解决了 即不是如同你们原先计划的半个月 而是三个月至四个月 有了这样长的时童 兵力因精训练而加强了 工程亦可采用新的方法了 三 关于工程方法问题 我们认为必须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 方能减少伤亡与保证胜利 如果单用地面攻击方法则伤亡必很大 而且不一定确实保证胜利 四 关于歼灭原敌问题 我们认为在有沈阳锦州这样大的敌军 并且必然增援的条件之下 你们应以敌人必然增援 为自己作战计划的基础 虽有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 采取地道作战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方法 还不能确保攻长春的胜利 必须同时在兵力部署上和作战方法上 保障取得阻止原敌及歼灭原敌的胜利 方能却以攻长春的胜利 我们认为你们应有不少于五个纵队 最好是六个纵队 在沈阳长春间 原敌必经的道路上 构筑必要强固阵地 利用昌途 四平 公主灵等地 敌人原来构筑的阵地加以修理 先行远距离的阻击作战 借以消耗和顿挫原敌 并有能力歼灭原敌一步或大步 方能保障长春的胜利 我们认为 以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 采用地道与地面相结合的作战方法 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一个条件 阻止与歼灭原敌 则是保障长春胜利的第二个条件 两个条件不可缺衣武 这个计划有平分兵力之嫌 但是因为我军采取地道 与地面相结合的方法 即一方面用多数的地道 向敌要塞下面攻进 一方面在地面上逐步驻垒前进 使敌之反击 敌人必然举行多次的拼命的反击 所以我军前进 必须逐步构筑均强堡垒 只能消耗敌人自己 而不能把我军打出来 因此就可以节省兵力 我军有了大约四个或五个纵队 及七个独立师 适用于攻城方面也就够了 在作战实施中 依据成敌与原敌两方面 有利于我 不利于敌之变化 你们可以着量调节 攻城与打员两方面的兵力 在某种时机 将重点放在打员方面 这是首先重要的 在另一种时机将重点放在攻城方面 六 你们断绝敌人从地面 取得粮食的来源是很必要的 你们必须做到这一点 但是敌人可能从空中取得粮食 城内粮食亦可能不止维持三个月 因此 你们主要应让攻城方法方面 与打员的兵力配备 及作战方法方面着眼 即使说 即使敌人的粮食能维持五六个月 外面又有强大敌军来源 我们亦有办法 在三四个月内 攻克长春 七 长春得胜 将给你们耳后南下作战 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 各个大城市的攻克 将从长春战役得到经验 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这次战役 预先估计到 战役中将要发生的各种困难 逐步总结经验 直到完全胜利八 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 你们必须同时完成 下一步 在成德 张家口 大同区域作战 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须的粮食 弹药 被俘 新兵等项补给的道路运输 准备工作 九 你们的极各纵队的指挥所 必须构筑巩固的可靠的防空洞 军委新日十五十六月十二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短函 他写道 周中原我军已在晚西 晚东及江汉 兼五十六师一个驴 打了三个胜仗 请起草一庆祝殿 以鼓励之 毛泽东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西百坡住处和丁明谈话 他坐在空地的椅子上 鼓励丁明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 不是几年的 究竟是发展 是停止 是倒退 历史会说明的 毛泽东似乎怕丁明不懂得这一次 又重复了一遍 他还说 你是了解人民的 同人民有结合 你在农村有十二年 再拿八年去城市 了解工业 毛泽东与丁明一道散步之后 邀请丁明吃晚饭 他们坐在院子里的树下 毛泽东又说 历史是几十年的 看一个人 要从几十年来看 他还举鲁迅为例 并将丁明与鲁迅 郭墨若 矛盾同列一等 丁明说 我文章不好 不及他们毛泽东说 郭墨若文章有才华 奔放 组织差些 矛盾的作品是有意义的 不过说明多些 感情较少 丁明回去后 把毛泽东对他的鼓励 都记在日记上 他想 我不会自满 但我会因为这些鼓励 而更努力 就在这六月间 丁明撰写的 太阳照在三丹河上脱稿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反映共产党 和毛泽东领导的 土地改革运动的 长篇小说 他把这部 二十三万字的小说 送给胡乔木 肖三和艾斯奇 请他们提意见 在一个炎热的下午 毛泽东邀胡乔木 艾斯奇 肖三和他的夫人 甘露出去散步 众人高高兴兴 递上了毛泽东的吉普车 驱车十余公里 来到一个阴凉的树林里 毛泽东兴致很高 与大家说说笑笑 胡乔木对毛泽东说 丁明写了一部描写 张家口附近汤路地区 农村土改的长篇小说 他请我们三个提意见 我们正在讨论 毛泽东问道 你们对这部小说的看法呢 胡乔木说 写得好 个别地方修改一下 就可以发表 肖三 艾斯奇 也都说不错 毛泽东没有见到这部小说 不好发表意见 边听边吸烟 沉思了一会儿 他说 丁明是个好同志 就是缺少一点基层锻炼 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 那就更好了 肖三的夫人甘露 后来见到丁明 把毛泽东的话转告给了丁明 丁明笑着点了点头 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后来在1948年9月 丁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由东北文学战线节选发表 不久 东北新华书店又出版发行了单行本 得到社会各界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 被誉为史诗式的作品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中国新文学的一座封碑 1951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 为丁明在国内外赢得了巨大声誉 奠定了他在新中国文坛上的显赫地位 在莫斯科领奖时 丁明面对众多记者的提问 谦虚地说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 只做了很少很少的一点工作 从来不敢有什么幻想 我爱斯大林 我爱毛泽东 当我工作的时候 我心里常常想到他们 好像他们就站在我面前 这样 我就尽力按照他们的思想 他们所喜欢所增悟的意见去工作 就怕把工作做坏 但是 我从来连做梦也不敢想到 斯大林的名字 毛泽东的名字 能和我丁灵这两个字连在一起 在过了数十年之后 丁灵依然深情地这样写道 当时我总是想着毛主席 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 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 我总想着 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 呈现给毛主席看的 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我不愿把这种思想 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 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 抬高自己了 我倒觉得 要说出那是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 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 而扶在桌上 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 像火线上的战士 喊着他的名字 冲锋前进那样 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有外国记者问丁灵 现在对毛泽东的看法 与过去对毛泽东的看法 有无变化 丁灵发自肺腑地说道 毛主席是伟大的 没有毛主席 就没有新中国 我的终身遗憾 就是没有在毛主席生前 能听到他说那么一句话 丁灵改造过来了 这正是荣辱不便颇担心 仗义直言说慎恩 压造声中文贺语 能不叫人类满金 且说6月17日 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各解放区 因公开响应讲管区学生 反讲反美运动的指示 他写道 东北局及宣传部 并华北局 华东局 中原局 并转玉晚苏分局 西北局 近随分局 热和分局 东宣部 及东北局宣传部 笔者著 13日电锡 对讲局学生反讲反美运动 在解放区 一切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中和 其他学生集中的地方 均应公开响应 并可召集会议 报告美帝服日清华政策的具体内容 及各种事实和讲局学生运动状况 并发表宣言决议等 18日 新华社有社论 望根据社论的方向 进行对外宣传 一切你对外广播的宣传稿件 望发总社统一广播 中央4月19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 关于功课开封后的各项政策 给肃语等店 他写道 肃张 及张镇 笔者著 陈唐 并告中原局 华东局 许谈 功课开封后 一 对讲委公营企业 银行 商店 市政机关 医院 学校 及私人企业 商店 教堂等 应由工程部队 一律加以保护 不要没收 二 工程部队可以俘虏的人员 限于敌方武装部队 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 其他一切敌方党政机关的人员 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 警察及豪身地主等 均不要加以俘虏和逮捕 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 省政府人员中 只有主席刘茂安一人 应加逮捕 其余均不要逮捕 三 估计到开封此次 不能巩固的占领 而在占领后不久 我军即将退出 故应采取上述政策 已是宽大而使城市不遭破坏 以便将来巩固地占领时 与我有利 且使此种宽大政策传播出去 有利于我将来占领全国大城市 四 城内公用物资 除武器弹药工粮 及其他具用品 可由军队取用以外 一律保护 不要破坏 五 除持枪抵抗者外 不杀一人 即使是特务分子 因为意识很难清理 也不要逮捕和杀害 六 公安局及警察相知 不要收缴 以便我军离开后 由他们维持治安 免遭抢掠破坏 七 如果省政府 省党部 公安局 市政府等机关业已精散 再难集合 应设法找出中间人士 例如大学校长等 出面组织维持会维持秩序 中央军委 4号6月22日晨 开封战役胜利结束 在此战中 苏域指挥 华东野战军八个纵队 中原野战军两个纵队 及介鲁域 和御晚苏军区部分兵力 攻克河南省省会开封 全间国民党军39,600人 击毙国民党军 整编第66师中将师长李仲新 活桌66师少将参谋长游灵云 13旅少将旅长张杰 河南省主席刘茂恩 用鸭血涂抹全身 化妆成一个老教授 逃出开封 这是人民解放军 在关内攻占的 第一个国民党省会城市 6月22日傍晚 毛泽东为军委起草 给刘伯承 邓小平 陈毅 邓子辉等的指示殿 由邓陈邓 并速臣堂 你们葛殿 马四殿 马亥 两殿军西 一 庆祝功课开封之大胜利 二 如果郑州东元敌12旅 125旅 交16总级 战车队能被我速臣堂 歼灭于开封一息 郑州敌利减少 并估计 能于一星期左右 有功课之确实把握时 则我们同意 以陈谢帅四 九 一等三个纵队公正州 以陈希莲帅二 三 六纵再加宋世伦阻击张虎 以速臣堂权力阻击丘神 重点放在公正 不放在打员 如果12旅125旅等部未被歼灭而缩回郑州 公正无确实把握 则应照刘邓辰邓马亥电放弃公正计划 三 目前打很大规模的歼灭战 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 顾需避免你们两大集团 接候或者分开行动 每次歼敌 以不超过一个整边示威限度 或者集中行动 一次歼敌 以不超过两个整边示威限度 目前必须打有确实把握的仗 哪怕尖敌一个驴 也是好的 例如惋惜那样的仗 四 许潭打演技 维基打龙海东段 分散之敌是有利的 特别是演技功课 整十二十倍歼 再加功课藤 林 藻 易 使许潭能出致龙海东段 对全局有极大战略意义 故不应改变公演戟计划 军委养有开封之战结束后 国民党空军对开封进行了狂轰滥炸 美国核众社报道说 飞机轰炸开封的结果 已使和平居民的死伤达六七万之中 美联社还在6月26日报道说 共军在开封所获武器与军火 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 6月24日 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23日庆祝解放开封的贺电 新华社陕北24日电 中共中央请电贺解放开封省城大捷 原店如下 刘博成 邓小平 陈毅 素玉 李先念 邓子辉 宋任琼 张继春 陈世举 唐亮珠同志 及华东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解放开封省城 及歼敌三万人的伟大胜利 上望继续努力 为消灭讲敌 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1948年6月23日 1948年7月1日 王明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李银桥在院门口迎接了他 问他有什么事 他说 我要见主席李银桥说 请跟我来 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 听到动静 抬起头来看见王明 就站起身来 绕出办公桌 同王明握手寒暄 请他坐在沙发上 自己坐到了藤椅上 李银桥送来七好的茶水 只听王明说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我还是想不通 有些意见 我还要向中央陈述 要跟你谈谈 毛泽东脸色十分严肃 认真听着王明的讲述 李银桥一看这气氛 放下茶水 便悄然退出 回到值班时 他听到毛泽东和王明的谈话声 越来越大 跑出去一听 两人的争论 除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还牵扯到了共产国际 牵扯到苏联和国内 许多人的许多事件 毛泽东大声说 到现在了 你还是想不通啊 现在快胜利了 你还没有一个反省 李银桥赶紧去找江青 向他报告了情况 并建议说 要不 请周副主席来 江青点头说 那就叫恩来去听听 李银桥请来了周恩来 两人一起轻手轻脚地 走到窗口 刚听了几句 周恩来就回过身 一边挥手 一边用颜色示意 去 你下去 不要在这听 李银桥赶紧捏手捏脚退下 周恩来俯身静静地听了很久 后来屋里的争吵声低了下来 王明的口气是要告辞了 周恩来立马敏捷地 拖开了王明板着面孔 离开不久 周恩来便走进了 毛泽东的办公室 7月3日 毛泽东为中央批转陈克涵 关于新区宣传工作 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 至新华总社店 他写道 各局 各分局 各前委 陈克涵同志 由中原至新华总社店 摘工参考如下 一 新区宣传工作十分重要 洛阳 汝南 与玉西地方的经验 都说明此点 玉西在出下洛阳后 曾展开政治攻势 各县组织 宣传队下乡 有些地方结合 当地地下党员和知识分子 共同进行 收效很大 二 新区县应该宣传 且能得到群众同情的是 一 蒋必败 我必胜 特别是抓住 打下附近大城市 消灭和俘虏敌人 大批高级将领的事实 充分发挥 二 宣传剿匪安民 反对害民的特务制度 和保甲制度 反对蒋匪抓钉太良 贪款拉差 宣传法币贬值 人民受损 蒋匪经济危机 号召防匪 保家 保卫壮丁粮食 牲畜 据用法币 三 宣传我军纪律言明 安定社会秩序 建立民主政权 保护人民利益 保护工商业 废除磕杂 合理负担 不抓兵 不抓夫 尤其后两项十分重要 负担方面 必须说明 每年争一次 或两次 统一累进 借条顶数 三 河南 安徽 湖北学校 和知识分子很多 每县都有二 三中学 汝南有十一个中学 洛阳听说有二十多个学校 学生不少中农家庭出身 蒋匪近在辩证社新校 以免费公善素被俘 号召知识青年 一般知识青年 对我态度甚好 在贫护的弟父子弟 写信回家说 蒋匪快道 劝其父兄 勿为蒋党做事 分家的知识青年 都愿接近我们 由以较大成事者为家 在农村 当我打击统治派大地主时 一般不反对我们 有的秘密提供我许多材料 有的在蒋军来时 向我通通报信 争取知识青年 不仅可培养一批干部 且可打通与当地群众的联系 许多地方知识青年 都要求到我学校上学 但在敌我争夺未定 和工作犯错误的地方 知识青年便存观望态度 原因 一 中学以上学生 大多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 踏我算账 二 踏红了后 站不住脚 三 不满我故所做法 特别是杀人和破坏城市 影响甚坏 许昌 洛和 有些知识青年 原来想来解放区的 不来了 已经埋了的 对我在许落的破坏 一再列举事实 提出批评 预悉争取知识分子 有若干成绩 且已起了些作用 但有些地方 故意提出过高过所做法 吓唬知识青年 达到拒收目的 踏心知识分子麻烦 无决心 吸收和改造他们 中央主 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 是我党重大的任务 为此 要办抗大事的训练班 逐批的 对已有知识的青年师 以短期的政治教育 要大规模的办 目的在争取 大多数知识分子 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 训练后 因才适用 太往各种工作岗位 再在实际工作中 去锻炼对于原有学校 要维持其存在 逐步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所谓要维持其存在 就是每到一处 要保护学校 及各种文化设备 不要损坏 要迅速对学校宣布方针 并与他们开会 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 否则大批学校就要关门 知识分子会被敌人争取去 所谓逐步加以必要 与可能的改良 就是在开始时 只做可以做到的事 例如取消反动的政治课程 公民读本 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 其余一概仍旧 教员中只去掉 极少数的反动的分子 其余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逃了的也要争取回来 各中央局 应将自己辖区内 这项工作的情形及经验 向中央报告 中央五将接着 毛泽东起草了 中央关于林坟地区工作方针 给禁隋分局等的指示 他写道 禁隋分局 及嫁夫同志 并到徐州 至七大代表张家夫 徐向前 周氏帝 笔者住 西北局 由分局转来嫁夫 关于林坟情况 及工作意见店 已收息 特付如下 一 华北局官干尽忠工作指示 已转发你们 其中 关于巩固区的原则 可做你们决定 林坟地区工作方针的参考 据来店所述情况 林坟地区 当前第一部的中心工作 应该是安定社会秩序 收缴特务土匪武装 确实解散国民党 同志会等一切反动组织 并完成下征 目前发动群众 依应在这些任务的基础上来 提出口号 并进行宣传鼓动 至于系统的社会改革 则需在这第一部工作完成以后 才好进行 二 对讲党 严党特务活动 应有警惕 应有对策 并需有计划的系统的 向他们采取进攻的步骤 以致彻底打垮他们 可不要惊慌失措 操且从事 办法可由政府发出布告 禁止以前敌战区 举出地名及范围 各阶层人民 携带 收藏 及买卖枪支 弹药与刺刀 马刀等武器 并限期 将这些武器交给政府 指定之机关接收 过期不交 私自携带 收藏 买卖武器者 按律处刑 如有自动交出 或报告消息 因而清出大批武器弹药者 给予奖励 其次 另出一步告 禁止国民党 三清团 同志会等一切反革命组织活动 并着令这些组织 立即解散 所有这些反革命组织的成员 及特务土匪 限期向政府指定的机关登记 并缴出其武器 证件 及一切反动宣传文件等 反应令停止活动 进行登记 过去未曾犯罪 或犯罪不大者 一律不就既往 宽大处理 并恢复其公民权 恢复公民权者 时得参加工会 或农会等群众组织 即使过去犯有重大罪行 只要停止作恶 并坦白登记者 亦得将公折罪 或予以减刑 缓刑 免刑等宽大处理 但如拒绝登记 或私藏武器 证件 逾期不缴者 或在登记后 仍进行反动活动者 一经查获 定语严惩 绝不宽待 在发出这些布告 进行登记之前 需在组织上 并在群众中 进行适当的准备和酝酿 在登记时 则应发动群众 检举控诉 互相规劝 督促登记 但不要采取群众斗争大会 及逼供性的方式 以免引起多数的人心不安 及社会动荡 其有愿秘密登记者 在公开登记之外 我们亦可进行秘密登记 以便从而侦查 其内部组织秘密 促进其内部彼此猜疑 配合我之侦查 打入工作 使公开登记工作 更易收效 因此 在解决此重任务时 你们必须使公安局的工作 与政府工作 及党的群众工作 密切结合 因为这是一场严重斗争 你们必须很有步骤 有计划的进行 三 对学生 教员 知识分子 除号召其中 讲党演党特务人员 坦白登记 禁止反革命的组织活动 与阴谋破坏 禁止教授党一之类的法西斯内容的课程以外 即可令他们继续教学 对他们的一些反动思想言论 则不必操之过急 也不要用法律去禁止他们这些思想言论 要认识他们 有些是为环境 所破而失足的 或是被蒋介石诽谤的法西斯教育 所欺骗蒙蔽的 对我们则完全不了解 对于这些 仅仅是思想上反动的人 我们应依靠其中较进步的分子 从思想上去说服 教育改造他们 办法可用讲演会 座谈会 辩论会等方式 进行实施教育及理论上的辩论与说服 可以具体生动的事实 启发他们 认清解放区 与蒋战区之光明与黑暗 及真理之所在 说明 蒋必败我必胜的形式 和中国的前途出路 争取他们开始转变 进而给以新民主主义的 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逐渐改造他们 为了办好我们的教育 集训就教职员是需要的 但不要为了审查特务 及讲党 演党 而去集训教员 因为这会使集训 变为一种反特大会 或我们的集中营 这是要妨害我们 将来争取知识分子的 因此 来电所提集训 真审中小学教员的办法 是不妥当的 应停止实行 为了指导就有教员 在今后如何去进行教育 可用暑期讲习所 或教育会议等形式 去集训教员 四 冰农合一 实行的实际情况 究竟如何 白电既说实际上 多数是明边暗不边 又说地主多无土地 而靠吃底财和倦属粮为生 前后似有矛盾 旺继续调查研究 并将结果报告中央 现在可以宣布 废除冰农合一 土地谁种谁收 地权问题秋后再行解决 并宣布兵农合一制度中 给延晚缴粮 缴布的规定 意义并废除 下收后 按民主政府规定之 征粮办法 缴纳公粮 为此 即应由禁随行署 定出适当合理的 下征条例 公布施行 至于土地暂定 谁种谁收后 地主生活 虽不至立即无法维持 但被延晚 征走之常备兵成分 多数中贫农 其家属的生活过去 是靠国民兵代耕的 现在代耕优待户纪 均无理由提出 但其生活困难 又不能置之不理 可否按其分地 由耕种人 国民兵 再以交租形式 给以若干粮食 粮食给多少 可按双方经济情况 适当决定之 这样做 还可动摇延晚的军心 可行与否 妄考虑 五 城市市区 与乡村的政策和做法 应严格分开 城市政策 不能行之于乡村 乡村的一套 亦不能搬用于城市 来电所提 以评固农为骨干 建立我们的组织 过于笼统 行之于乡村也不完全 也不能防止 你们所批评的片面强调 深入评固工作的错误 行之于城市 则是完全错误的 城市与乡村 应严格分清界线 在你们今后的指示和工作中 必须切实注意 中央五江 7月4日凌晨一时 毛泽东起草军委 关于许谈兵团集中兵力功课 严己 是上策的指示 速晨唐章 并告刘晨邓 江晨谈殿 江武许谈刘 指许氏友 谈振林 刘绍青 笔者柱 殿你们量已收到 我们认为 你们既有把握 继续维艰 二十五师 七十二师 而在此战结束后 你们全军必须休息若干天 整顿队式处理战后各项问题 然后或者立即进入大修整 大约一个半月至两个月 或者再举行一个规模不大的战役 攻占民权荡山县 控制该县 以力休整 总之 暂时不打旧兵团 不进行严重的作战 而目前 徐州方面对于你们 已无威胁 在此种情形下 许谈南下威胁徐州 只可能起一种作用 即迫使刘智 从郑州将四十机军 空运徐州增防 而从预北调四十师填防郑州 或更从张枕兵团调出一部填防郑州 或者四十机军不动 竟从张兵团抽一部空运徐州 除此以外无他作用 四 不如同意许谈刘江武意见 集中兵力攻克演技 打通山东和你们间的交通 并使许谈兵团无后顾之忧 可以全力南下作战 对于雨季以后你们的作战 可起大的和直接的配合作用 这是上策不是下策 你们意见如何叛復 军委之丑七月六日 虽其战役结束 此役是肃于指挥的 御东战役的第二阶段 开始于六月底 善于防守的宋诗伦 指挥第九兵团第十纵队 负责在起县姚陵港 抵御国民党军邱青泉兵团的进攻 他指挥石纵和邱青泉 激战七昼夜 使邱青泉损兵五千余人 未能前进一步 宋诗伦 1907年出生于湖南省李陵县 幼年丧母由姐姐抚养成人 有一次宋诗伦随姐姐回婆家 初次尝到米酒 觉得非常甜 他饮了一大碗 独自回家 由于天黑 醉不识途 误入一山洞 合一而眠 他酒醒后天已大量 感觉有动物舔他的嘴 睁眼一看 是四只小老虎 大吃一惊 跳起身 不露而逃 年长之后 宋诗伦依然喜欢饮酒 且好饮不醉 他在第九兵团 有百倍不倒 千杯不醉之名 自称九将军 1949年任第九兵团司令员 人称九兵团 宋诗伦除了饮酒之外 还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踢光头 他看不惯部下留着小分头 所以宋诗伦的部下 大多踢了光头 因此 他麾下的第九兵团 又有光头团之称 在肃玉指挥下 华东野战军主力 和中原野战军一部 经过九州夜级战 将增援开封的国民党军区 寿年兵团四个整旅 及黄百涛兵团一部 共五万四千二百人 全歼于催县 起县地区 其中 俘获兵团司令区寿年 整编第七十五十市长 沈成年以下三万余人 7月12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 关于对民社 青年两党处理办法的指示 他写道 禁随分局 并告各中央局 各分局 及各前委据禁随七月五日电告 山西郊城 已发现有民社 青年两党组织 按该两党自参加 伟国大国府 并积极参加 勘乱工作以来 就已成为人民的敌党 应在打倒之列 故从两党的性质言 与国民党已无区别 凡我新解放地区 如有该两党组织 应宣布其为反动 予以解散 不容其再有活动 该两党地方组织 在解散后 其负责人不必逮捕 其一般党员 亦不必号召其 坦白登记 只需宣布 凡仍继续 该两党活动者 一经查出 即已违法论罪 我公安机关 应结合当地群众运动 对该两党积极分子 予以注视 对该两党党员 个人所犯罪行 应与一般人的罪行 同样处理 不必有所轻重 该两党人员 如有自动声明脱离 并暴露 该两党罪状者 故所欢迎 但亦不必主动地 造成运动 反制为卑部足道的 民青两党 在反动统治中掌握 这对民社党革新派 尚应与民社党 有所区别 应该党在表面上 尚未参加讲辅 尚不赞成内战 故欲有该派组织的地方 应慎重处理 不要宣布解散 并应观察其行动和发展 报告中央 中央五文7月13日 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 在7月11日 至刘伯承等 关于玉东大捷的贺点 新华社陕北13日电 中共中央请电 贺玉东大捷 原电如下 刘伯承 邓小平 陈毅 素玉 李先念 邓子辉 宋任琼 张继春 陈世举 唐亮朱同志 及华东 和中越人民解放军 全体同志们 庆祝你们 即开封胜利之后 在玉东歼灭 蒋敌区 数年兵团 黄百涛兵团等部 五万余人的 伟大胜利 其战役 蒋匪 为解救齐驱寿年 邱清泉两兵团 被我维艰的危机 竟先后调动了 三十二个正规旅 及一个快速纵队 一个交警总队 共达二十七万人之中 但经九州夜的激战 终不能逃此惨败 而欧寿年 沈成年等高级将领 且军被我升服 这一辉煌胜利 正给蒋介石 肃清中原的 异于以迎头痛击 同时 也更使我军有力地 进入了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 第三年度 当此胜署 特向同志们 致未念之意上 往继续努力 为歼灭更多讲敌 解放全中原人民而战 中共中央委员会 1948年7月11日 7月14日凌晨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许室友 谭振林 并告速域的指示殿 许谭 并告速 攻克衍州甚位 一 你们将九纵插入大问口以北 切断八十四师退路 准备歼灭八十四师 甚为正确 我们要你们 以九纵达济宁之提议取消 二 八十四师歼灭后 请考虑 以主力立即北上 占领济南飞机场 助攻固守 使敌 不能向济南增兵 以立而后夺取济南 并以一步攻坚济宁 问赏之敌 军委寒音接着 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 关于准备歼灭东晋之 湖宗南部 给刘伯承等的指示 刘晨邓并告速陈章 指陈毅 邓小平 素玉 陈世举 张震 笔者柱 许谭 华东局 一 湖宗南抽出两个诗 发号代查 由赔偿会指挥 已经洛阳出 郑州业已确定 你们需加紧准备 带敌由领保东晋至 适当地点时歼灭之 二 敌因中原失败 除从湖部抽出两个诗外 又有从东北抽回第八军消息 如属时 估计将于连云港登陆 加入徐州方面 填补七十五诗 六十六诗等部 被监后置空缺 三 掩州已克 守敌全监 许谭正准备歼灭元敌八十四诗 此战如胜利 拟令许谭攻济南 如能在八 九两月攻克济南 则许谭全军 七纵九纵十三纵 博纵卤纵 可于十月间 南下配合速晨为级 维吉 指维国卿 吉洛及鸡鹏飞 夏同 笔者处 打几个大仗 争取于东春夺取徐州寺 向前所部 北进于歼灭严敌三个诗后县 又于太古地区 维歼严军四个诗 又三个总队 日内可全部解决他们 并准备 既先由凭借坟肖像清援方面 退却之两个诗 假如这些敌人都解决 则严部 紧于五个诗 即若干特种部队 困守鱼刺 太原 阳区 新县四点 我有提早夺取太原等地之可能 军委武汉 7月16日中午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许室友 谭振林 肃郁等指示殿 他写道 许谭并速陈章 告华东局 中原局 山叶殿西 功课衍周 又兼八十四诗 甚好甚位 旺鼓立士气 于尽可能短促时间 完成对济南之包围 首先夺取飞机场 并乘胜夺取济南 如果可能 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 夺取济南 军委前五 7月16日深夜 毛泽东起草 中央军委 关于速晨部 应阻止 秋青泉兵团 由运程 据野东进北原济南的指示 他写道 速晨唐章 并告许谭 一 以令许 谈于歼灭八十四诗后 主力立即抢占济南飞机场 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 估计八十四诗可能于日内被解决 并可能于数日内抢占济南飞机场 如果济南敌人不强 而我军又能于短期内 例如十天左右完成工程准备 则有迅速夺取济南之可能二 我攻济南时 判断秋兵团可能取倒运 据东进北原 而黄兵团则将设法返回徐州 三 在此种情况下 你们于习小两日占领商 徐段后应看形势 如秋兵团经运 据东进北原 你们应返回运 据以南 将自己处在秋 黄两兵团之间 隔离两兵团 使秋兵团不敢冒进援击 保障攻击胜利 如秋兵团徘徊定 曹 则你们应控制商 徐间不动 看清形势再动 如秋兵团 折回龙海县东原徐州 则你们可以向陆南休息 亦可回陆北休息 望酌情处理之 军委贤子7月16日这一天 中原野战军 在恶习相反 歼灭国民党军守军 两万零五百人 升行国民党特务投资康泽 7月17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 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 他写道 牛尘邓邓 并告速晨堂 华东局 东北局 华北局 西北局 彭章赵 徐州 许潭 杨罗 写游小陈 两殿西 襄阳攻克 康郭 指国民党第15岁禁区 司令官康泽 和副司令官郭勋奇 笔者柱 旧福 胜利极大 甚好甚为山日徐州 最后解决33 34两军 扶赵承受审睿 于四之敌 逃入太原市 新州之敌南逃 被我地方部队监击中 静元县 及太原县之敌 或逃或被解决 日内可明了 至此 阎西山 仅胜太原市 一个孤城 我军不日即可合围 可能提早解放该城 这样 将使我们有可能 从根本上解决 兵工和工业两大问题 许潭 异于山日 最后歼灭十二师 八十四师 至此 王耀武 仅胜济南孤城 我军亦有提早解放 该城之可能 使正太得失两路 和交集通连 并使金土路 由德州通至寒庄 许潭四个纵队 即可加入南面作战 凡此几大胜利 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各县主力 抓住了敌人主力 并大量歼敌 故能使侧一战场 顺利得手 你们补兵补枪问题 当从太原夺取后 通盘解决 主要是俘虏兵 其次是近中军区 所属若干地方部队 御北 继鲁御 两区之地方部队 附有作战任务 不能抽掉 你供不及你们两万左右人 一半左右枪 依太原胜利结果如何而定 太原夺取后 徐州兵团 你使用于夺取隋远宁夏 打通内蒙东北 和华北西北联系 彭少辉所率 近随地方旅 拨归彭张照 时中地方部队 则大不拨归你们 济南解放后 山东地方部队 除卓梁补充华野外 提议拨一万人 一万枪 补充刘邓 因刘邓在大别山作战部队 大为削弱 四个纵队 部足六万人 请华东局 筹划垫付纪念华北 华东 东北 西北各区 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 准与完成外 其余均不应扩兵 乡村人口人为减少 济南太越惠门活跃 肥乡 济南 尊化济东 发生地主领导的暴动 各区扩兵 包括东北在内 均已至饱和点 之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 发生极大矛盾 此项矛盾如不解决 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 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 明年是否扩一点兵 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 即后前线兵员 全部依靠俘虏 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声格 你们及各军 对此应有精神准备 即后各区扩兵 征税 编组新部队新兵团 攻击标准 脱离生产人数 与当地人口之比例等事 均需获得中央批准 方许施行 严禁各自为政 以利持久 即后工程野战 所获俘虏 可能大为增加 各区及各军 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 原则上一个不放 大步补充我军 一步参加后方生产 不使一人不得其用 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 主要依靠俘虏 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中央五优 7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关于截破敌人和平阴谋的指示 全文如下一 由于战争失败 人心动摇 国民党统治 越趋崩溃 美帝及国民党当局 宪政准备发动和平运动 禁举缺息 此项运动 由美帝指使 并从中组织 拟由黄埔系军人杂牌军人 及某些政客 发出和平提议 组织所谓和平民主大同盟 通电各方 要求国共重开和谈 必要时 倾向出国 或更出 以其他表面上的激烈行动 表示他们倾向和和平之诚意 山货中间阶层党派 出而附和 迫使中共停战一和 建议保存国民党的 现有地盘级军队 获得喘息时间 补充修整 然后集中权力 击败人民解放军 消灭中共 及一切民主力量 二 蒋管区各地党委 应立即讨论并实行 事先揭破美奖和平阴谋 使学生群众 民主党派 人民团体 及一切中间阶层 首先是他们中的反美反奖分子 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不为和平阴谋所迷惑 指出反东派所谓和平运动 只是战争失败时 求得喘息机会 以立再战的阴谋计划 国民党反东政府必须打倒 反东军队必须解除武装 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 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 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 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 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 这样依据群众觉悟程度 逐步的有说服性的引导群众 站在我党方面 如果和平阴谋已经发动 并能迷惑若干群众时 我们的揭露工作 由应注意策略和方法 仅仅的依靠群众的大多数 务使反动派陷于孤立 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三 在解放区人民及人民解放军中 应广泛宣传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惨败 预先指出 我军遇胜利 敌人的和平阴谋 就遇成为保存反动军队 以立再战的重要武器 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 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 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党 必须像解放区军民人等 指出战争不是无止境的 依据过去两年的作战成绩 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 执行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项政策 大约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从根本上消灭中国的反动势力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 我们自己及全国人民就可以永远过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如果我们不能忍受这大约三年左右的痛苦 接受反动派的欺骗 停战一和 让其休养生息 然后被迫再打 我们就将受程度更大 时间更长的痛苦 这一点在讲管区群众中 亦需用适当方法加以说明 四 敌人和平运动公开出现以后 估计将产生两方面的作用 一方面 可能暂时迷惑一部分人民 另一方面 则将对国民党军队及其后方 发生动摇和瓦解的作用 由于这后一种原因 国民党虽然正在准备发动和平阴谋 但仍有极大顾虑 针对这两方面的可能性 我党在全国范围内的揭露工作 应依敌方和平运动发动后的情况 一方面坚决揭露 敌人和平运动的欺骗性 使群众不被欺骗 另一方面 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假和平 要求真和平 其具体要求 应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 美军及美国军事代表团退出中国 取消中国对美国的一切卖国条约 国民党及其政府公开 向人民承认发动内战的错误 承办一切战争罪犯 取消违宪委国大 及依据违宪委国大所成立的反动政府 召集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不包括反动态在内的民主联合政府 取消特务机关 实行言论集会自由 反饥饿 反迫害 没收官僚资本 实行土地改革 这样将美帝和国民党的假和平运动 转变为人民要求真和平的运动 以与人民解放军的攻势作战相配合 促进反动态瓦解崩溃的速度 在湘管区提出上述口号时 因依群众情绪及环境所许可的情况 有所增减 卓良提出 并需和群众生活上的迫切要求相配合 务使美帝和国民党更加孤立 而不使自己陷于孤立 中共中央1948年7月18日7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给许室友 谭振林并华东局的指示殿 他写道 许谭并华东局滋江谭殿 及告奖军及济南市民书 笔者注卓家修改发给你们 你们可印成一张传单 或印成一张布告张贴 你们工程师此间 新华社及照此发出口语广播 中央5号7月20日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 关于工程经验给林彪等店 他写道 林罗流 据许谭报告违线工程经验称 一违线的攻坚战 是很顺利进行的 采用了石家庄的经验 所有部队均从交通豪内运动 减少了不少的伤亡 但对于稳达稳扎的方针 认识不彻底 产生了过急或拖延的 或左或右的偏向 这就增加了不必要的伤亡 同时 对小群动作仍不熟练 猛扑一阵的作风仍发生过 碰壁以后才转过来二 工程开始仍是强调 坑道内报为主 经过几天证明了地势低 地质坏 无法进行坑道内报 才转入外报登城 这次登城组织很周密 从火力组织 运动道路 爆破点选择 登城以及巩固爆破口等 均做了精确的计算与准备 因而在时攻中级 达到了登城任务 这次作战 炮兵是达到了扫除障碍 援助步兵的任务 我们确定集中权力 从北城攻击 以八门美式流炮 四门日式流炮 七门野炮 三十四门重台机炮 十二门山炮 共六十五门炮 把北城敌攻势全部毁掉 把两个钢古水泥攻势也毁掉了 保证了步兵安全登城 这次炮兵能够完成这一任务 是由于炮兵是从四处调来 互相都不愿落后 克服了过去不愿意抵近射击的错误 从这里看出 对炮兵的教育必须使炮兵了解我们的炮弹少 技术弱 而且许多炮弹是翻造的 弹道远近不准确 不能按一般的炮兵射击规则 必须有我们的特殊规则 等于特转给你们做参考 关于坑道内报取得胜利 关内还只有临焚一处经验 在这次战斗中伤亡一半五千 费时七十二天 消耗炮弹炸药数量很大 其他南线工程经验 以交通好接敌 外报获胜为多 时间较短 耗带要较少 伤亡亦不很大 你们攻长春 就应采用何种方法 望你们一具体情况决定之 军委无格此时 东北野战军林彪等人 鉴于长春国民党守军在十万人以上 设防坚固 认识到攻击长春 带有勉强性和很大的冒险性 如攻长春不成功 将对今后的作战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决定以南下作战为好 不宜勉强和被动的攻长春 7月20日 林彪、罗容环、牛亚楼 将上述意见定告中央军委 并提议东北主力 待热和秋收前后和东北夏季结束后 即是再等一个月 到8月中旬时 我军即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 7月22日 林彪、罗容环、牛亚楼 又致点中央军委 建议由华北军区一部围攻大同 调动副作义一部主力 由北平西进 以立东北主力南下作战 7月22日深夜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 关于东北野战军 应向南作战的指示 他写道 林罗流 并告东北局、吴阁、吴阳两殿军西 向南作战 具有各种有力条件 我军欲向敌人后方前进 欲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 被迫减弱或撤退 这个真理已被整个南线作战所证明 亦为你们的作战所证明 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 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 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 我们即告知你们 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 说得太多太死 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 失去主动性 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 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象情况 看出其种种有力的条件 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 并且应向全军之战员 首先是干部 充分说明这些条件 以鼓励和坚定他们向南进取的意志 和坚定他们的决心 但在同时 必须说明将要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各种困难情况 诸如粮食困难 人民的欢迎不一定有如同现处地方的人民那样热烈 某些敌人的顽强抵抗 和某些时候作战的不顺手等等 使他们在这方面先有精神准备 并研究克服各项困难的方法 这些必然遇到的困难情况 其中特别是粮食条件的困难 你们高级领导方面 尤其要严重地估计到 现有据8月中旬已不足一个月 你们的政治动员和准备粮食等项工作 必须加紧进行 否则8月间还不能在北宁 平城平章等线打响 关于具体作战计划 希望你们详加考虑 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你们指挥机关 肆以先妻南下 和程子华卢瑞卿诸人会面为事宜 东北局应速加强 济热茶疗区域的工作 尤其财经粮食方面的工作 该区在这方面 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矛盾 军委养害7月23日凌晨 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关于杨成武部 立即组织西近兵团 担负随远作战任务的指示 他写道 聂宝 转杨成武 并告杨罗耿 致杨德志 罗瑞卿 耿彪 笔者柱 即林洛流 一 杨成武部在线地区之作战 应于25日以前结束 全军主力撤制平保县以西山地隐蔽修整 一步接近平保县修整 二 杨成武立即开始组织西近兵团 担负向随远作战之任务 此兵团组成为一纵全部 二纵两个旅 六纵两个旅 共三个纵队 七个旅 杨成武为西兵团之司令员间政治委员 从26日起至8月9日止 共15天 为休整时间 8月10日开始西进 渠道大同以南 物于8月25日左右 到达归随附近 并向机夺取归随 而后向机向包头五元林河地区攻击 占领整个随西产粮区 或向归随以东机动 吸引附作役 至少以一个军西员 以立东面之作战 三 杨罗耿部本月底结束在县地之作战 即行修整至8月15日为止 准备于8月20日左右 直接接受林洛流的作战任务 四 杨成武兵团从武右起 直接受军委指挥 其后方补给 由华北军区担任 进随军区协助之 并以进西北为后方 并需准备长期在整个随远境内作战 华北局应集组织一批地方工作干部 随军西进 五 六宋一个旅 及七宋 全部留平保县 以西以南地区作战 受华北军区指挥军委 二十三日 二十七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刘伯承等的指示 他写道 刘晨邓 速晨堂 并告许谈 一 与记已到 你们决心进入修整是正确的 二 修整时间应从无格起算 并照刘晨邓办法统一规定 每十天为一期 到八月底为止 共四十天 此期内如有紧急情况发生 则随时结束整讯进入战斗 否则坚持完成四十天计划 三 此四十天内 各部除训练及检讨教训外 必须完成人员和弹药两项补充计划 四 四十天计划完成后 如有可能和必要 再由军委决定 延长若干天 但你们现在不要准备延长 你们应在四十天内 集中精力完成修整补充计划 五 下一步作战任务 预定速晨堂 并统一指挥许谈 歼灭第五军 由陈邓主力 则以巡间张诊一个师 以为配合 预计在九月上旬或中旬 两处同时发起战斗 避免参差不齐 失去主动和有效配合作用 此项作战计划 望于八月下旬 作出报告军委决定 六 为此目的 违籍所部 应于日内西安镇附近之作战完毕后 立即进入休整 该部只有八月一个月休整时间 因此 不要再打徐继泰 以便该兵团于魏东起就地修整三十天 即进入歼灭五军之配合作战 在歼灭五军之作战时 危急任务是前制八师二十五师 军委又有七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为中央起草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 对脱党 自首 探变分子的处理的指示 他写道 谈 指谈阵林 笔者注 并告各中央局 分局 及各前委 电西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 对脱党分子 自首分子 探变分子的处理 因按具体情况 分别解决 一 反党员过去自由脱党 却未做任何反党活动 现在愿参加工作者 可分给以 适当的工作 但不应马上接收其重新入党 更不能恢复其党籍 经过相当时期考察 而本人提出入党要求时 才可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二 反党员过去系 个别向敌方自首 并未进一步有危害党籍革命之行为者 现在来找我们时 在原则上 可允许其参加解放区的一般生产建设和群众工作 只有经过长期工作考验 证明其真正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 而且 本人坚决要求重新入党时 才能考虑重新入党问题 三 反党员曾经叛党 但系普通叛变分子 及对党危害不大的分子 要他们在自己的社会职业上安分手矣 努力参加生产之前工作 给以戴罪立功的机会 对个别最大恶极的重要判别分子 在必要时 由社会部或公安机关扣押分别处理之 但需经驱党委或以上机关的批准 四 对分配工作的脱党分子 自首分子 最好先集中在军政学校或训练班学习 在学习中加以考察教育 使其在思想打通的基础上 向党坦白 这更便利于党对他们的了解和使用在使用这类分子时 要经常提高警惕 防止尖特分子混入 绝不可因使用自首判别分子而有所麻痹 中央五感7月30日 毛泽东为中央军委 起草给林彪 罗隆桓 刘亚楼的指示电 他写道 林罗刘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 我们觉得 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 唐山作战 只要有可能就应公许锦州 唐山 全部或大部歼灭泛汉杰集团 然后再向承德 张家口 打副作义 如果你们不打泛汉杰 先打副作义 则魏力皇将以大力集中锦唐县 为 泛协力向西原赴 那时 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西面粮食极为困难 东面则是产粮区 此点你们必须充分计算到 先打泛汉杰 是否有可能 妄以你们意见颠告 军委五三十 玉智林彪等人 能否迅速率领 东北野战军南下作战 请看下一张 东方蒙曰 知恩图报 真君子 伪哉丁灵 笔者含泪 读完了丁灵 在毛泽东身后所写的那一段文字 和他对记者所说的那一段话 同时也想起了 我从不愿意再提起的一类人 他们也曾像丁灵一样 受到过毛泽东的赞扬 批评 教育 帮助和提携 甚至远比丁灵更显赫 所得到的实惠也更多 可他们在毛泽东身后 又做了些什么 说了些什么呢 心性品行 养相对照 真有天壤之别 不能不使人 唏嘘不以另外 毛泽东在1948年7月18日起草的 中共中央 关于截破敌人和平阴谋的党内指示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值得好好研读 有领袖如此高瞻援主 位于筹谋 明白昭氏于全党 防患于魏然 要击破梅蒋和平阴谋 扫荡蒋匪军 使之灰飞烟灭 又何难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